各位网友,你们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12日 今天来谈谈有关河南政坛的一个新的动向 也就是河南省纪委在10月12日 发表了条消息 说是什么呢? 郑州市政协主席叫黄宝卫 说涉及到什么呢? 严重的违纪违法 投案自首了 那么这也是中共目前 这个反腐败的一个新的一个动向 一个变化 我估计可能是以前 这个抓捕的人呢 太多了 涉及到中共这个利益集团 方方面面的派系的人物 造成很大的反弹 那么得罪人太多之后 从习近平族团队来讲 也想改变一下策略 团结更多的人 又能够就治理腐败 可能是故意的受益 有一些这个犯罪嫌疑人 能够主动给投案自首 因为什么在这之前呢 这个刘世宇 前证监会的主席 这个刘世宇他也是投案自首的 后来呢没有判刑 这个连降了宿己 最后呢 算是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了 那么类似于刘世宇 这个黄宝卫呢 这次啊 也被拿下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处理结果 只不过讲到什么 讲到他自己主动的投案 那么海外的有一个网站 多微网 那么刊登条消息 讲到什么时候 轰动一时的郑州的皇家一号 这个案件就发生在 黄宝卫这个任期内 因为黄宝卫以前担任 郑州的公安局局长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是非子弟 那么过去也发生了 很多的新闻 那么网络消息讲 就是这个黄宝卫 曾经担任这个郑州市的常委 政法委书记 那当然当了公安局的局长 这几个职务基于一身 那么在郑州这个小地方 那就是收眼通天 所以说据说是这个黄宝卫 在这个皇家一号的案件当中 就涉皇的场所 这个案件当中 曾经是背后的一个 最大的靠山 就不太清楚为什么 这个靠山 这个当时在这个2013年 这个在这个端调 黄家一号夜总会 这个案件当中 却没有几十万的拿下 现在反倒拿出来说事 就说不定是因为什么 他的后台太硬了 或者是案件调查比较复杂 也可能是为了 这个顺从目前 这个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的 最高权力核心的领导人 关于这个治理腐败策略变化 这个大型新形势 故意搞出这么个案件 这个都很难讲 那么2018年9月 说是黄宝卫呢 当时59岁就卸任了 这个郑州的政法委书记 到郑协去担任职务了 一般来讲 到了郑协 也就离退休就差一步了 但是没想到 在这个即将这个 这个盖棺论定的时候 结果呢 最后在即将退出 这个政治舞台的时候 不是盖棺论定 盖棺论定就是死掉 那在这个时候 这个要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 没想到是出了这么一个大新闻 那么他投案自首以后 怎么处理这另外 这个一个情况呢 但是目前情况下呢 勾起了人们对 这个皇家一号 这个案件的一个会议 那从网络上以前的消息 我记得 这个 黄宝卫啊 在2013年10月到2015年5月 就在郑州这个公安系统 这个任职啊 那么 当时就发生了 这个轰动一时 所谓皇家一号案件 所谓皇家一号 是就是叶总会 这个里面呢 这个据说是有多大的 女公官呢 数量照过一千人 这后来还有个消息讲 说是那个长期在那个地方 从事卖淫的啊 这个 美女呢 有四千五百人 这个可见规模非常大啊 因为这个性的需求啊 是人类的 这个普遍的一个 这个人性的一个 一个需求的啊 俗话不讲嘛 温饱四义 往往 中共官场和商场 结合这个点上啊 这个性方面的这个 酒意啊 就非常普遍啊 那么这也不是什么新奇事儿吧 因为在中国各个省私自治区啊 那些这个热闹的 繁华的灯红酒历的场所都非常多啊 那么在这个 所谓的中原第一会所啊 也就是这个皇家一号这个案件啊 这个之所以发生后来 出现要扫黄啊 这个运动啊 搞得轰轰烈烈 并不是说 这个 呃 是这个当地的公安 这个自身啊 这个要搞什么连结啊 而是什么呢 而是因为当地这个官场 发生了一个 大的裂变 所谓裂变 就是人事 调整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就原先在福建啊 这个公安系统 一直非常活跃的 一个这个强势人物啊 就王小洪啊 就到了这个 这个河南省人治了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网络的消息报道 这个王小洪 这个非同意外 王小洪和习近平这个关系 绝对是老铁啊 那么根据网络的消息讲到 说是这个王小洪啊 他在2013年8月的时候 就担任了这个河南省啊 担任了这个 这个福建啊 这个一个基层的啊 一个县的这个公安局的领导 那么随着这个职位提升啊 就一级级往上提啊 现在副局长 然后局长 然后到又到市里啊 一直后来啊 他这个担任了这个 这个福州市的啊 这个 这个 政法委 这个 这个基层的政法委的一些领导 总之 他这个个人履历啊 你可以轻松地 从这个 网络上的一个 这个履历表 能看出啊 在1984年啊 任这个叫米侯县公安局副局长 那89年就是公安局长了 93年呢 是福州市 就公安局的副局长 98年就是局长了 接任政法委的副局啊 那么2002年呢 就是省公安厅品 这样的一个副厅长啊 那么2011年到厦门呢 带着了副市长 政法委书记啊 这个副书记啊 公安厅长等等 那个时候就给了一个偷鞋啊 警鞋啊 一级警鞋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福建这个官场 他实际上是习近平 掌控这个 无产专争工具啊 这个刀把子啊 这个具体的 这个操作人 操刀手 所以说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看到网络上有个消息 有个张图片 他和年轻的习近平站在一起 两个人也是抽出满市啊 给人感觉将来都是 这个可以这样讲是 风雨啊 这个同舟啊 这个共患难啊 所以说非常 这关系非常铁 之所以有这个背景 有这个头鞋 这个经历 那自然而然把这个人调到 这个河南去啊 据说2013年8月份 河南省的省长助理啊 就接任公安厅里厅长 按道理讲一般都是副省长 建公安厅厅长啊 这个是一个魄力啊 在人事任命方面 有来头啊 那么带着上方保健 就来到了河南 那河南官场 平时一片 这个 这个惊叹啊 一些有问题的官员 都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特别是公安系统的啊 所以说他就 通过这一场 扫黄运动啊 他当时搞这个 运动 网上有一个形容词 叫无声风暴 叫扫黄 大毒啊 赌博的赌啊 黄色黄色的黄 实际上各个省市都有啊 只不过是 也是带有选择性的 选择这样重点地区啊 各个集合啊 为自己这个努力表达啊 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所以说他就开展了一场 以这个整肃 荒家一号的一个运动啊 在2013年10月11日 一日夜晚啊 荒家一号夜总会 涉及色情突然搜查 搜查他这些警察啊 来自于新乡市啊 而不是当地的警察 可见对这个郑州的警察不信任啊 因为郑州警察很多人绝入其中 都是保护伞 那么据说是这个新乡的 这个一千多个警察 这个敲满水 敲敲的啊 这个进程啊 就包围这个 这个荒家一号 带走了很多人啊 这个 据说是这个犯罪的证据啊 多砸十几车呀 那这件事情 后来媒体的报道 说是这个 荒家一号啊 当时抓捕的犯罪嫌疑人 是260多人 查扣追赃价值3亿元 也可见这个性交易 这个收益太大了 那么查处违纪违法的公安民警啊 是152人 检察官3人 其中团触及领导官26人 那当然这些都是 可以这样讲 都是小喽喽 那么后来 网络的报道 这个案件 侦查结束之后啊 说公安局 叫副局长 叫周庭新的啊 治安总支队的 这个队长啊 就方锡敏的 副支队长张红军 在内的 还有的8名民警啊 公安消防支队的 两位民警都应声落马 实际上不止这多 这么多啊 还有更多 这个 这个政府官员 卷入其中 只不过有的人 可能后台也有 早人说起 这个王小王 这些团队啊 也不得 不得不给一些面子 那么总之是 可能有些人也落马 有些人也遭殃他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种腐败啊 他是一个 全方位的 制度性的 涉及到人很多 那么当时可能 黄宝卫 有一次 一个特殊情况 这个就算是 逃过了 这个 战时逃过了一几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 即将退休的时候 又被施加精神压力啊 这个 应生这个落马呀 那么在这之前 这个2014年 9月21日 河南省人大常委 负罪了 原来公安厅厅长 秦玉海就落马了 也涉及到 这皇家以后 那可见 这些事情 可以这样讲 好多的官员啊 就难逃其究啊 都受得也欠点 那么 看到网络的消息 还仔细的描述了 说这个黄宝卫 曾经是河南省原常委 政法委书记 吴天军的下属 说这个吴天军 曾在2012年 2012年到2016年 5月任 河南省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 那么当时 这黄宝卫的时分 就是什么 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 后来这个吴天军 获刑11年 你看了这些数字 你就知道了 这个真是大观大谈了 宗观宗谈 小文小台 可以这样讲 很难有清白 那么王小红 由于他本身来讲 上面有这么一个 上方宝剑 又是这个福建 异地 这个降落到这个河南 所以说 这个不论怎么样 在这个反腐贵的江场上 这个赤城啊 可以这样讲啊 这个他没有个人的挂阁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情况不熟悉 完全是铁面乌丝 抓捕这些腐败 只不过是有些人 暂时给他轻轻放过 这一次黄宝卫 走到这个地步了 可见是对于这个 河南省这个公安系统的 林郑啊 这种扫荡 技术于皇家一号 清理的比较干净啊 这个当然也是两个特点 一个是这些公安人员 可以这样讲 落马这些政府官员 肯定不是冤家错案了 人人对我问题 同时也让成人啊 带有强烈的党内派系 斗争的色彩啊 这个色彩非常明显啊 如果说这个王小红 没有这个背景的话 不可能在河南 干得如此轰轰烈烈啊 那么正因为 搞了这场运动啊 给自己这个履历表上啊 增添了光彩啊 所以说后来这个 在这个厦门啊 担任官职之后啊 王小红就 到了这个北京公安局啊 就担任这个公安局的 领导职务啊 接着就是到公安部啊 这方面网络队伍 我就不去重复了 最后达到了这个 这个正部级啊 副书记啊 主管的副部长啊 也就成为什么呢 习近平过去在地方的 无产专政的刀疤 现在变成了全国性的 中央级的 这样一个刀疤 可见习近平目前这个地位 还是比较稳固的 不仅有部队的这个支持啊 而且这个公安系统也非常了得呀 所以说这些贪官无敌们 尽管是用这个习近平级团队 搞的选择性腐败来反弹啊 来反过来这个指责啊 指责不公平啊 但是要想撼动这个习近平啊 看来是相当的困难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中共19届 四中全国级要召开了 所以习近平这个强势这一方面 也想做点姿态 稳住这些 就红一红这些对立派啊 因为这种腐败的人员太多了 所以说在这个开会之前 尽管党内没有真正的民主 但是总要还要通过一些 这个举手表决啊 或者口头发言这方面的顺从啊 所以说也给这么一个缝隙啊 所以说黄宝卫 这个终于啊 这个应声落马 只不过是他可能要仿照这个 刘世瑜这个模式啊 就说这个官职降一降 甚至是爽开啊 但是不一定派行啊 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动向啊 但是海外的多余网 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受到他本人这个局限啊 没有讲到王小宫这一段 这就是我从网络上查阅消息啊 做了一个这样的 实当的这个补充啊 就仅供这些网友和这个读者们就参考 那么今天的读和点击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